《反黑路人甲》千霞騷醒發現重大秘密 王浩信黑化不再做臥底 《反黑路人甲》第24集劇透 想回港到 桑中、徐榮色已交出劫匪作条件 要世倫、王浩信色 实行双助管制 水者、蔣家文色 觉得可与紫山、湯仪色 双胶 并发现铁头 陈志健色有可疑 世倫想答应桑中的要求 高斌借故拖延 千余等人反对让步 明例想开解世倫 但却没法 高斌 将镇朗色知识 桑中窝藏结匪的地点 即通知恩怡 逢迎影识 司徒信 许家杰式截获信息 先一步到达 铁头突然出现 将司徒信打云神爷 姜大卫色 疏摆桑中 让桑中认定一切是掌家所为 桑中即派人捉走高斌 世倫单人匹马要桑中放了高斌 但桑中以高斌性命要协 世倫让出助管之位 反黑路人甲最新一集讲到 千霞 乃为灵式 苏醒 透露定帮 于阳式的手机卡内有一台湾电话号码 紫山被解雇 世倫为他想办法却被指责 司徒信暗中封锁恩怡的手机 隔绝了他与世倫的通讯 神爷 姜大卫色 疏摆桑中要除掉世倫 桑中引世倫到货倉见面 司徒信暴认恩怡 称会为世倫提供支援 水倫透露铁头可能是刺杀千霞的杀手 高斌捉走铁头 但神爷为铁头造证 高斌只得放人 水倫发现桑中报下杀局急通知世倫 世倫身陷险境 绿秋 朱敏汉色 为救世倫而中枪 世倫以为被因而出卖 决定退出臥底任务